这位66岁的男性患者 三年前就发现左肺的结节 当时重点关注的是左上肺的实性结节 因为边缘整齐规则 当地医生考虑还是成就的严正结节 复查期间也没有变化 但左肺其实还有一个实性结节 不到一公分 只是因为藏在心脏后面 就没有引起医生和病人的关注 两年前复查时 这个结节其实已经有变化了 但因为没有足够重视 也就没有处理 直到今年病人出现卡血的症状 送到我们医院检查 才发现左下肺的病灶已经明显变大 现在已经有三四公分左右 并且检查发现 已经出现了多处重隔淋巴结转移 很可惜 是被漏诊和忽视的肺结节 所以大家发现结节 一定要找专业的医生进行鉴别诊断 另外也得重视体检 及时做好复查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